大家好 欢迎回到《活在五点》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随着春天的脚步一步步的靠近我们 那么我们的文娱活动又开始多了起来 那么同样我们888拍卖行也是赶在了我们的春天的第一步 就是马上要举行春季的亚洲古董拍卖会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老朋友钱佳环也是依然带了一些 我们的这一次本次拍卖会的一些藏品 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首先有请我们的钱佳环做客 主持人好 你好 那么今天是要给大家 我看到我们的桌子上摆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好像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些藏品 首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这样一套 这是一套吗 我想请问 不是 他们都是就是这次拍卖会中单独的 每一件都是单独的 每一件是单独的 它是这个 我有点好奇 它好像有点像翡翠 但是有点像这个玉 所以我不太清楚 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类型 它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碧玉 加拿大的碧玉 对 是BC省出的一个碧玉 怎么讲 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碧玉 其实它别看 就是它的颜色就是绿的 然后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翡翠 但它其实不是翡翠 它是一种软玉 是出产于就是加拿大的BC省 然后它的硬度呢 没有翡翠那么高 所以它就比较方便于雕刻 还有就是它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因为绿色嘛 大家都特别的喜欢 至少中国人是这样子的 但是如果是颜色是这样的翡翠呢 又特别的就是高价 所以呢 它的颜色这个存在 然后它那个性价比呢 又是非常高的 就是它没有翡翠那么贵 但是呢 又可以达到翡翠的效果 效果就很漂亮 对 所以就是着重带过来 给大家看一看 那么今天呢 也是带了这个不同的 有这个挂件啊 有这个项链 同样还有手镯 对吧 那么今天呢 也是我们想要逐 就是重点的去介绍 两个这样的一个 我们这一次拍卖会的 当中的两个藏品 首先说一下 这次的136号吧 是一个挂件 然后呢 它雕的主题呢 是一个观音的一个主题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从图片里也能看到 它虽然很小 是一个挂件 但是它那个观音的各种细节 还是雕的特别的 就是清晰的 嗯 比较生动的 对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也是拿到了 我手上呢 是这个136号的这个展品 那么这个观音头啊 可以说这个观音的这个表情 唯妙唯笑 就是有一种 就是明明而笑的 然后呢 是闭着眼睛 感觉像是就是非常和蔼 非常的这个 慈祥的一种表情吧 可以说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哈 那么这个 玉的这个色彩呢 也是比较的这个 规整和通透的 对 对 那么光打过去的话 还是就是能看到 它是能透过来的 嗯 那么其实啊 这个 我自己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 这种碧绿色的 就墨绿色 然后好像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颜色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 拿上去 或者是这个佩戴起来 是非常就是 就是有一种怎么讲 就是清新啊 然后也比较就是有这种品味 也比较高贵 对 同时它的这个手感啊 摸上去也是非常好 非常光滑的 是 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 一件就是我们的碧玉啊 来自加拿大的碧玉 它的这个估价是多少呢 嗯 这块挂件是五百到七百五 嗯 还行啊 还不错 还不错的一个价钱 对 就还挺价廉物美的 嗯 所以说呢 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玉呀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翡翠 非常感兴趣的朋友 如果说觉得现在翡翠太难弄到手 或者是这个价钱太高的话 不妨呢 可以去研究一下 我们的这个来自加拿大的碧玉 本土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玉 对 颜色是非常的漂亮的 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哪一个碧玉呢 嗯 接下来的是一百四十五号 是一个多切面的一个镯子 嗯 然后呢 这个镯子 大家可以在 嗯 图片中看到 对 然后它这个 它刚说是多切面 就能看到它就是 就是有切了很多个棱 就是棱面吧 对 然后打光的话 它就会 闪一闪 就比没切的就是会更耀眼一些 是 那么现在啊 这个镯子呢 也是戴在了我们这个 陈嘉玲的手上 可以跟大家呢 来展示一下 就是说其实它 从不同的角度看呢 它的这个光泽 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感觉 像你手上的这个钻石一样 闪闪发光 是啊 跟这个钻石真的也是 不相上下的啊 现在给大家呢 来展示一下 嗯 好 我们的画面呢 也是可以切换到 我们的这个陈嘉玲的这个手上啊 那么它的这个镯子呢 是非常的碧绿 同时因为它的这个切割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的这个切割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多面形的这个棱角 是能那个反光 对 还特别明显 没错 那么戴在胳膊上呢 也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 华丽和高贵的 对 嗯 其实我们主持人手上戴的那个也不错啊 对啊 对啊 也不错 就是稍微顺色一些 没有这个很光滑的一些切 就是这个棱角的切面 就是 对 它是比较 比较这个朴素一些的啊 就是 就是光面 对光面的 那么其实我也有注意到 我戴的这样的这个镯子上面 是有一些黑色的一些物质在里面 嗯 所以我想问一下 请嘉玲 就是这个 怎么样去判断避遇的好坏 其实刚才提到的那个黑色呢 其实是它石头本身的一个杂质 嗯 所以如果是好的避遇的话 它这种杂质是 就是 越少的杂质是越好的 哦 还有就是 如果杂质少的话 它就相对于也更通透 嗯 明白 所以我的这个 没有你的那个值钱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145号的 这个拍卖的这个产品 它的这个估价是多少 嗯 这件我们估价是1500到2500 嗯 那看来真的是这个 嗯 不菲啊 价钱不菲 嗯 但是没有翡翠那么贵 是是是 这倒是一定的啊 也许只有翡翠的零头 嗯 对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是给大家呢 带来了非常多的 这个关于 我们加拿大避遇的 很多的一些 我们的 呃 摆件 还有挂件 那么有这个项链 对 那么各种款式的项链都有啊 比较细一点的颜色呢 比较就是更加清亮一些的都有 对 对 那么同时还有这个雕刻的 刚刚我们的前家里也说过 我们的避遇呢 是这个呃 比较是属于软遇的 对吧 所以说雕刻起来呢 是稍微比较就是好雕刻一些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就是雕刻过的这样的一些避遇呢 哎 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拍卖会当中呢 也是非常多的 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避遇上面雕刻着龙 对吧 二龙系珠 哎 上我手上拿的就是一条完整的雕刻的完整 非常完整的一个龙啊 那么这个正面啊 是我们的龙的这个头 龙头啊 非常的大气 非常的这个宏伟的感觉 那么我们的背面呢 是龙尾 就是说这整个的一条龙盘在了我们的避遇上面啊 呃 这个意义呢 也是非常的好的 同时呢 还有这个 哎 像我看到的有这个鲸鱼 对 避遇雕的鲸鱼 还有避遇雕的这个 我们的一些呃 就是桃子兽桃 对 同时还有这个铜钱一样的 这种 哎 这个是龙来的 嗯 这个是龙 那么后面呢 也是有这个铜钱 所以它的寓意也是非常的好 那么如果说对寓感兴趣的朋友们 不妨呢 去关注一下这个来自加拿大的避遇 嗯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的展品是什么 嗯 接下来说一下 我们这一期里面的一个手表吧 223号 嗯 是一块浪琴的18K玫瑰金的一块即时表 哎 手表好像是第一次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说的 对 手表是我们最近几次拍卖才引进的一个新的类别 嗯 然后就是这次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块手表 那么这一款浪琴 其实浪琴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对 那么这一款浪琴拿出来 哎呃 作为这一次的拍卖品的话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嗯 其实这块手表呢 它是1960到61年产的这么一个手表 它是一块怎么说古董的手表吧 嗯 现在市面上是不再有这个系列了 所以它的这个呃就是诞生的日子比我早了20多年了哈 所以说它的这个寿命啊 它的年龄是比我大的现在嗯 对 然后还有就是特别要提一下 它配备的是一个浪琴很著名的一个机芯 叫30CH的一个机芯 嗯 然后这个机芯呢 也是就是它呃工艺上呢 都达到了高级名表的要求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特别容易维修 嗯 怎么说呢 它呃就是 但是呢浪琴在呃70年代以后就不再使用这个机芯了 嗯 所以这块机芯呢也是就是能让它继续增值的一个卖点吧 嗯 所以说呢 这个真是这个机芯呢就是呃不会再有了 对吧 嗯 也就世界上也就是这么多了 所以呢特别是有这个收藏的价值的 嗯 对啊 同时呢这个表盘啊 我觉得这个呃也是非常的精致的啊 同时呢 它的表盘不是特别大也不是特别小 我觉得可以男的女的都是可以使的 就是配戴的 嗯 而且它非常的简洁 那么到现在哦 它还在走 对它它是就是完全完全准的 嗯 就是完全可以工作的 嗯 好 那么这样的一块浪琴的古董表 它的这个 我们的估价是多少 这块浪琴表估价还挺贵的 一万到一万五的 嗯 嗯 那么应该的我觉得 因为是这个呃就是觉悟仅有的了嘛 不可能再去有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手表收藏的 哎 朋友感兴趣的话呢 不妨呢关注一下 嗯 好的 我们的这次的四百二十三号 其实大家乍一看 哦这是个什么 对 乍一看就不知道这是个什么 它其实它是一个恐龙蛋的化石 哦恐龙蛋 嗯 嗯 然后我们拿过来呢 也是因为就是还挺有趣的 然后也比较少见 所以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没错 没错 如果有董行的朋友的话 就欢迎多多指教了 嗯 好 那么这个今天带来的东西啊 真的不是说平常我们能够看得到的 而且包括还有恐龙蛋啊 都有来拿过来 所以呢这一次 相信这一次的我们的这个春季的亚洲古董拍卖会 一定呢相信你能够在上面找到一些 你所感兴趣 你所需要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的这个preview的时间啊 预览的时间和我们的这个真正拍卖会的时间呢 会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方显示 那么大家呢也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时间啊 我们4月14号星期四两点钟 我们的拍卖会呢是正式的开始 那么预览的时间呢在屏幕的上方 同时我们888拍卖行的二维码 微信的二维码和我们的联系方式也是在我们屏幕上方 好那么今天啊 我们的这个活在五点的各位嘉宾访谈环节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我们的888 钱嘉玲呢给大家带来这个非常罕见的一些 比较好玩的一些藏品了 那么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的我们今天活在五点的各位嘉宾访谈环节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